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金融市青年免费电动机车专案市府已经公告光阳和中华汽车所提供的三款电动机车为主 市长谢国良说预计在9月底前受理申请 其中低收入户和符合资格的青年优先申请 最快10月底就会发出第一批的电动机车 就是我们希望9月底前接受大家的申请 会从中低收入的青年朋友到一般的青年朋友 然后我们希望10月底前能够交出第一批的车子 那未来也是希望每个月都能够来固定的交车 那我们先把这个12000台能够把它陆续的每个月 用稳定的数量把它交车交出去 记者会上有关青年免费电动机车政策进度 市长谢国良表示希望9月底前受理民众申请 4月底前就能发出第一批电动机车 在9月会跟两家经过来表达意愿 并且评选完成的企业来这个共同设立展示的一个环境 我们希望在人潮众多的地点来接受大家的申请 那现在也透过民政系统再接受大家的申请 预计我们希望在9月下旬就可以接受大家的申请 申请上会从中低收入户的这些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 开始做第一阶段然后就会陆续扩散到其他的符合这个部分的申请人 基隆市政府8月底公告光阳及中华汽车所提供的三款电动机车为主 谢国良表示未来会选择人潮较多的地方举办说明会 感谢议会的支持最佳预算有通过了一万两千台的这个电动机车 所以预算是足够的 那我们现在也都定期跟这些企业在讨论有关于充电站的建制 因为电动机车还是需要有固定的电源 这个电源来自于一般的充电站以及一般的换电柜 这个部分我们也在积极的协调厂商在兴建当中 依照市府公告业者依机型订出不同的月费 从每个月599元到1099元不等 市长谢国良强调市府和业者会积极建制充电站和换电柜等 让民众有足够的电源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金融市府将在10月14、15号举办2023金融与国际机吊赛 9月6号开放报名 让不少钓客们为之振奋 高光俯瞰碧海蓝天 层层浪花打在椒檐上 还仅美不胜收 金融与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不仅渔业资源丰富 更是钓客们的最爱 更因他们欣喜若狂的是 2023年金融与国际机吊大赛即将登场 钓鱼然后就开始喜欢上我们的金融与 也因为钓鱼让这个机吊比赛 从第一我们的金融与的机吊比赛 从第一届就请我当这个代言人 在钓鱼界相当有名的资深艺人沈文成 已经担任五届代言人 金融与国际机吊大赛将在10月14号15号准时登场 各路好手齐聚互相切磋 不过为了维持生态平衡 只开放84位登岛参赛 那今天的这个 金融与的国际机吊赛 有很多的奖品很多的奖金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凸显 我们金融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那未来我们也会朝更多的观光娱乐 跟海洋的融合 来作为未来的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产业政策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基调赛 希望让更多有名的选手 可以透过基隆的这场比赛来整露头角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探索到基隆的海洋之美 前来艺人沈文成和基调美少女 和市长谢国良一起穿上救生衣 强调基调活动安全第一 这次我希望说在大家共享盛举之外 大家亲亲协力把这一次的活动跟以往一样 办得越来越精彩越来越轰动 然后失明全世界让我们基隆语变成说 全世界都钓客钓游都会来这边朝圣的一个圣地 这是对我自己一个期许 基隆语国际基调大赛有超过20万元总奖金 和知名钓具品牌莫彩活动 市长谢国良希望透过基隆语基调大赛 让钓客们爱上基隆语 同时带动基隆成为基调运动的领头羊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欺度屈民的国中在112年 全国协会杯涉及锦标赛中拿下好成绩 生议员张耿辉特地邀请市长谢国良 一起到学校制赠红包 鼓励选手和教练继续为基隆争光 在不断苦练以及维持专注 冷静稳定的精神和心绪下 明德国中射击队在112年 全国协会杯射击锦标赛 国男组10公尺空气手枪个人赛中 由黄映儒拿下冠军团体赛第四名 以及国女组10公尺空气手枪个人赛 第四名团体赛也是第四名的好成绩 为基隆市争光 杰出校友也是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请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七堵区体育会理事长李永亮 一起到学校制赠红包 感谢也鼓励这群得奖的选手和教练 董会议员是各位的学长 他也长期关心我们的涉及运动 所以他也希望我在涉及相关的赛事 竞赛运动方面能够做更多的规划 我觉得明德国中已经有很好的基础 各位同学就是明德国中最大的资产 那我们应该在各位同学的专业之上 大家一起努力把明德国中变成一个涉及方面的一个专家的学校 那我们也会在议员的欢心之下 继续建制更多的设备 跟主战更多的活动跟比赛 再次的恭喜各位同学祝你们未来 不管是在涉及在学业在生活 都能够越来越顺利圆满 谢谢大家谢谢 我站在我一个涉及机会单向的主任委员立场 还是民意代表还是教育召集人的立场 我马上跟民校那个谢市长通报 市长非常重视我们的体育尤其在体育方面 所以他下午很多的行程特别波动 拖时间来跟大家共鸣 那我也希望各位在这段时间 经过教练的一些教导下 都有充分的一些表现优异的成绩 也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然后加上来有机会进入奥运来为国争框 除了卫视争框的话你们还要为国争框 然后记住我们市长上任以后 也非常重视我们这个体育方面 在得奖同学们指导下市议员张耿辉 也在现场练习试射10公尺空气手枪 成绩不错还获得小小学妹们的掌声鼓励 包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体育保健科长徐燕丽 明德国中校长徐仁斌 以及基隆商工校长洪光贤也都在场陪同 为涉及队同学们加油打气 勉励大家再接再厉 叫我每一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重要的信仰中心清安宫 发挥基隆骂的大爱 特别捐赠了一台价值350万元 最新超音波扫描仪器 给卫福部基隆医院造福病患 听到强而有力的颈动脉血管血流声音 搭配影像自愿充当model的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资位 在最新型超音波扫描仪下 颈动脉血管血流健康正常的状况完全现行 这台最新型价值350万元的超音波扫描仪 是由基隆市重要的信仰中心清安宫 发挥基隆骂的大爱 特别捐赠给卫福部基隆医院 协助基隆医院提升硬体的医疗设备 造福病患 由基隆医院院长林三齐亲自代表收下 由衷感谢庆安宫从民国86年来 对基隆医院的持续支持 我们获得基隆骂资助基隆医院 我们得到110年疫情三级境界 以及111年奉劳重大广告病患确诊的时候 我们可以安然度过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神经医学中心 神经的我们不管是脑中风、脑初学 都是很快的事情 以及说平常我们现在的一个中风等等 这个我们副院长等一下 他是神经内科的医治 他会来结束 我们这套仪器非常的棒 除了颈动脉也让他可以做到领内的血管 这个仪器也是我们青安宫来跟我们建政 这才是我们的基隆后期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部分 来感谢我们青安宫 包括青安宫主委 童勇副主委林景吉 尼在福总干事张如松 以及委员童德玉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威等人 都亲自出席参加 其中童勇童德玉以及童子威 从阿公爸爸到孙子 同家三代共同出席捐赠仪式 一起力挺基隆医院传为美谈 医药主委 你怎么说 美谈的这些官都不在乘 所以我刚才在当地的那些都带来 我不认为如果有我 我跟医药就不贵 所以我一直都会对 这发生的发生的发生 宗教跟医药都在救人跟住人 所以青安宫跟福利基隆约 大百年资助共同的合作 造福的金融市势力 所以我想我们代表金融市议会 非常感谢青安宫 也就是我们的长辈们 跟福利基隆医院双方大家的用心 一起来为金融市势力努力 像我们福利基隆医院在市中心 其实它应该兼具更大更多的 市中心的医疗责任 所以未来我们在赖青的时候 我们会尽力地来要求 卫补部对福利基隆医院培育的资源 我们应该肩负大基隆医院的医疗责任 大基隆医院不只基隆市中心 也涵盖着系统 甚至基于3万里 阿公的互相等等瑞房 我们应该有公私立医院共同 来整合相关的资源 像我们现在长照非常重要 总统也即将推3.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福利基隆医院 未来可以肩负更多照顾长辈的责任 卫补部基隆医院副院长陈威达 也现场讲解介绍 这台最新型超音Pro扫描仪的功用 可以和核磁共振的功能 互补互相配合诊疗 预防病患中风 非常谢谢同用主委 这台仪器可以支援其他的影像扫描 那这个机器跟我们核磁共振 比起来它其实有重要的地位 各位都知道核磁共振检查 也可以扫描血管 但是它容易高呼堵塞的程度 而且它没有办法看到血流的样子 所以血流动力学 这个红红蓝蓝的乱流 也只有这种机器看得到 而且它也不用加磁场 也不用担心说有什么心率调节器 这些干扰都不用担心 这个机器都可以安心地做检查 机动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也在机动医院院长林三琦副院长陈伟达等人陪同下 运用这台超音波扫描仪 现场做了头部血管扫描 感受扫描仪的强大功能 希望造福更多民众 记者吴俊松机动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机动教育处长期推动热灵教育 特别规划由中山优质热灵学习中心 在中山国小山中好时光创意空间 办理海港山城的山珍海味小硬化首映会 带人看见长佑共学的魅力 造读 美食记忆 科技传承 中山优质热灵学习中心 播映长佑共学的活动历程与动画影片 让大家看见共创祖孙长佑历程的记录 这次我们的课程 以在地美食 赞头咖喱 石花洞 豆腐乳 结合小朋友经过手绘的职偶 做成听歌动画 小朋友完成动画的时候 经过自己的录音跟配乐 把祖孙之间的声音情感 融入在这个作品当中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共学机制 现在我们要把所有材料放到锅子里 再来加入面后开始到场 这盐很好吃 有够赞 参加小孩还很大 一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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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棒 哇 只要八十二月了 第一次六月 我真欢迎 真好赏 赞 首议会现场贵宾云集 副市长邱佩玲 教育处长刘美兰都亲自到场 感受人与人 人与在地的连结 我看了觉得很感动啊 因为基隆有十一万个人都是在台北或新北上班 那小孩子其实都交给阿公阿嬷照顾 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跟阿公阿嬷不知感情很好 同时间可以学到很多 包括他们把豆腐乳 把这个石花豆 包括岛这个面的故事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寓教于乐 而且把亲情融进去更多的互动 很感激 从发酵中我们的祖孙的情感也逐渐绵密起来 我看了这个影片很感动 然后我觉得跟阿公的感情变好了 教育部在每年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 庆祝祖父母节 年年创新课程 连结传统与现代 鼓励祖孙互动与感谢 增进家庭世代的互动与情感 祖孙同学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诶 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要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去烟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都请买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学长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经车停泛合法骑油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其实 拍手 拍手 另外 地上贴油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子的机车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盛栽准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任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 再过马路 酸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 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 再转弯 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台电金融区饮宴处 西手金融邮局 国台人寿展业 金融通讯处 跟东阳制药公司共同办理捐血活动 现场还提供捐血人丰富的礼品和纪念品 鼓励大家踊跃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台电有爱 捐血同在 走 捐热血有爱心 在 热血一代 无可举干 主办这场捐血活动的台电金融区营业处 特别携手 金融邮局 国台人寿展业 金融通讯处 以及东阳制药公司热情地邀请大家踊跃捐血 台电金融区营业处处长和金融邮局局长 以及国台人寿经理也亲自晚秀捐血 号召员工同人一起来响应 因为之前就有捐血的习惯 刚好台电今天有办这个捐血的活动 就来想说帮助大家 然后回馈社会 一开始是大学的时候就有刚好看到有车子 然后就想说捐捐看 大学的时候捐第一次 然后之后那时候在高雄训练中心又捐了一次 这次是第三次这样 这一次的捐血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以往都是我们两个兄弟公司 这个中华邮政跟台电 一起来举办 那这一次有特别有民间的企业来加入 包括国台人寿展基隆 还有台湾东洋制药来参加 所以因为有比较多的单位 所以我们在鼓励捐血的这个上面的 应该就是比较丰富 所以我们就邀请这个邻里乡亲 都能够来咏捐血 那么在空档的时候我也邀请大家到我们的节能摊位来看看 加入我们的APP来申请电子账单来学习怎么样节约用电 落实邮政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经营底练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主动的参与跟参加 办理跟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 今天特别与我们台湾电力公司基隆营运处合办 共襄盛举办理捐热血有爱心的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同晚秀捐血做公益 一起让爱走出去 我们非常多的客户他生病了以后 可能求救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的 去做一些医疗的转介服务 所以都有我们国泰人寿这边会有专门的人员 有专业知识做协助 那我们基于这个理由 所以跟很多医院合作 我们最近也会做癌症筛检服务 然后我们也觉得说这边的人非常需要捐血来做一些对医院的一些病患做一些救治的工作 所以我们长期都有在做捐血活动 那也非常多的保护都愿意响应 在各单位的用心筹备下 现场准备优质毫米等丰富的礼品和纪念品送给每位捐血人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也在现场宣传下载台电APP 了解用电状况来聪明捷电 各单位携手一起做公益 呼吁民众踊跃捐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之外 也发挥了良善的企业社会责任 多捐血 多骄傲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由市政府社会处举办的劳工团体座谈会 邀请了基隆市总工会 基隆市产职业企业总工会等团体成员 进行交流 了解产业的心声 有什么让我们市政府可以一起来协力的 都请千万不要客气 能够提出来我们一起来打造一个更有爱的城市 跟大家聚聚交流一下 那做的一些记录有机会我们都会全力的来 为大家希望能够把这个 大家的整体的工作环境都能够有效提升 工会在这一区块呢 我们真的是日业绩的 就是说在劳动部这边整体 来办理就是职业信念的斑别 在这场劳工作坛会上 关心的焦点是劳工失业的相关问题 基隆市总工会理事长江定发 为劳工朋友发声 希望市府能编列预算 鼓励劳工朋友参与开办职讯课程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办AI 最少是30部电脑 而且办AI的课程 一年他们只有最多是两个班 上半年跟下半年 那么准它两个班 如果加上我们市政府 我们的劳工协议制办也是AI 那应该是三班而已 因为我们都是有分的蛮多的细项 那这样办下来的话 一个AI30部电脑跟城市买下来 将近要一百万 那一百万你把它放在 一个就是我们的教室里面 那可能就是两年之后 那个整个城市就要换薪 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办理 办信单位的所没办法 比较有办法去接纳的 所以说在这一期过来 我们现在目前比较多元的 还算是有 就是目前像我们在上半年 我们办的中餐的部分 我们去考试的学生 就第一批13个人去考试 就有12个人考上自行照 市长谢果良强调 市府正在筹编明年度的预算 未来将编列经费 作为直讯课程经费使用 增加劳工朋友参与直讯的机会 充实第二专长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警察局 南港分局 旧庄派出所的园警 在巡逻时发现有一辆乡行车 行机可疑 上前盘查 发现里面竟然有5名 逾期停留的太极移工 经过调查发现 他们最早在民国111年9月 就以观光的名义来台 5人经过询问后 已交由移民署台北市专情队收容 看起来好像都是外籍的 外籍有没有军牛证 还是有军牛证 巡逻员警拦下这台乡行车 仔细一看里面载的都是太极人士 而且声轻有益 立即呼叫警力支援 经过询问发现 这5人从民国111年9月开始 以观光名义分批来台 却逾期停留 四处非法打工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南港分局 舅庄派出所远警 日前执行勤务时 建议台乡行车行机可疑 经来查后发现车内5名乘客 均为预期停留的太极移工 滞留国内非法打工 全案训后已由移民署 台北市专行对收容 经查5名太极男子 以公公名义免签至台湾 自111年9月份开始分批来台 经由在台湾的同乡 介绍四处打工赚钱 竟负责驾车的本国籍 检信男子表示 受5名太极劳工所托 再送5人至桃园中壢 警方在询问后 已经将5名移工送至移民署 台北市专行对收容 负责开车的检信司机 也依违反就业服务法 以请劳动部裁罚 警方呼吁民众切勿雇雇用 来路不明的外籍移工 为者依就业服务法处 45万以上 75万元以下罚还 5年内再犯者更涉及刑事责任 最终将面临3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或者病科 120万元以下罚金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音乐 鸡龙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限定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鸡龙味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鸡龙的味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鸡龙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鸡龙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鸡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鸡龙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